王小姐戴安全帽 站上机台补袋子破洞 这时机台运输袋突然卷动 王小姐站不稳摔倒 右脚还被卷进地盘里 很希望我混过去 但我混不过去 我意识超新鲜 很痛 王小姐年纪轻轻才28岁 就因为公安意外重伤截肢 小腿住中间以下就不见了 她出面控诉 事发后公司还疑似变更意外现场装置 判定说我的操作 有不当 然后他们安全措施都有做好 可是那个安全线是后来才加装上去的 王小姐说 她在苗栗头粪这间塑胶工厂 做包装员 一年半来就发生两次意外 我原本是应征文书助理 先让我去拍照 被他们对高级撞到闷压没了 把我撤下来变成包装员 她更指控 事发后公司只给一万元慰问 替她出群组 还对她说 节肢而已不严重 穿一只就能走了 我是希望能鼓励她说 穿上了一只之后 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 业者解释 说一只不严重是想安慰她 但调解时确实在金额上没有共识 她在当下的时候 是提出两千万的和解 十万块是 其实就是一个慰问金 跟那个保障工作权 并不是用这样子 去做一个相讲的打发她 并不是 业者强调 王小姐所有医疗和附件费用 都有负责 已经支付了五六十万 雇主这边没有依照 治安法在公安事件发生之后的 八个小时在通报 所以这部分有违反 治安法的相关规定的疑议 老庆处要调查工厂 在职业安全上有没有违规 也会紧盯业者后续的赔偿和照顾 因为王小姐还有一大段 不见路要走无法工作 因此会协助她申请 执灾失能的保险理赔 华氏新闻 什么张志军 吴少青 苗栗报道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氏新闻 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 华氏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